the diagram on the right shows a parallel of brand 然后A是1到号2D是3到号6 然后Equation of DC是这一个 然后DE is Perpendicular Bisector of AB Perpendicular Bisector就是垂直然后平分 所以这个其实是它的midpoint来的 然后它叫你找Equation of AB2DE OK好 首先呢我们知道我的那个gradient of CD 我现在要找gradient of CD 我的CD的Equation呢是3Y-X等于15 3Y等于X加15 所以Y等于1%X加5 就是说我全部一起除3 OK所以我的gradient of CD是1% 然后我的gradient of AB 会是等于gradient of CD 也等于1% 然后我的A的部分呢 我要找我的那个AB的Equation的时候 我的gradient of AB是1% 然后它经过A12这个点 OKOK 所以我有Y-2等于1%X-1 所以它会变成1%X-1%加2 所以我的Y等于1%X加5% OK 我这样写就好了 我不要变成那个gradient form 然后我知道这边它垂直嘛 所以我的这个gradient of DE A1会是等于negative 1%Gradient of AB OK so 我的gradient of AB是1% 所以它会减1% 1% 然后它会变成-3 然后减3的时候它经过E E在哪里呢 E其实是 那我看一下 它 OK 它经过E还有经过D 所以它经过的是D 我不要用E 我要用D OK 所以我的D呢 是3 6 所以我就有Y-6等于-3X-3 所以我就有-3X加9加6 所以Y等于-3X加15 这个是我Equation1 然后这个是我Equation2 然后我substitute它的话 我就可以找到我的那个Ease 这两条Equation的interception so我sub1 into 2的时候 我就有-1%X加5%等于-3X加15 所以我把这个翻过来这个翻过去 所以我就有-1%X加3X等于15-5% 10%X等于这个是45-5 40% 所以我就拿到X等于4 然后接着我sub我的X等于4 intoEquation2吧 Equation2比较简单 soY等于-3乘4加15 然后15-12 3 所以我的1呢是4都号3 ok 然后我要这个B的时候 我给它XY 然后这个是4都号3 我知道我加起来除2 会是一样的 所以我的X加1除2等于4 所以我的X加1等于8 所以我的X等于7 然后我的Y加2除2等于3 所以我的Y加2等于6 所以Y等于4 所以我的那个B呢 就会是7都号4 这个就是它答案了 嗯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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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 在那边 对